杨子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她觉得如果有一天妈妈杀了她也不足为奇 甚至会高明地伪装成自杀的模样 生活将她推进一个黑洞 从出生开始她就被区别对待 她的妹妹小事像公主一样被母亲捧在手心 而她杨子则要承受母亲的暴力和谩骂还有虐待 杨子做什么都会被母亲嫌弃侮辱 她的人生充满绝望 即便同步欲生也无力挣扎 杨子在家的待遇连狗都不如 她只能蜷缩在家里仓库的角落 每天吃妹妹剩下的饭菜过活 拉里拉他浑身散发着臭味 但其实她跟妹妹小事长得一模一样 是个可爱漂亮的女孩子 杰妹俩的生活境遇如此极端 都源于母亲是单亲妈妈 未婚先孕受尽其事 两个孩子出生后 从不五妮妈妈的养子 莫名成了母亲发泄愤怒的出气筒 而小事为人阴暗 却懂得屈颜妇誓讨母亲开心 在外人和母亲眼里 小事都是完美的小孩 杨子苟延残喘地活着 在学校也会被同学欺负 小事知道姐姐的遭遇 却总是冷眼相看 甚至会跟着欺负她 给她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就算是嚼过的食物 杨子也会笑着吞下 杨子面对命运的不公 却仍然没失去笑容 她必须笑 这样才能继续活下去 下雨天杨子没有回家 一个人在公园淋雨 一只白色小狗出现在她脚下 杨子记起来 她是之前看到的 熏狗启事上的小狗 善良的杨子按照启事上的地址 把小狗送还给主人 小狗的主人叫美金子 她独自居住在一栋小房子里 四眉山目的美金子 对杨子找到她的爱权很是感激 为了表示感谢 她将杨子请进家门 用自己亲手做的点心招待杨子 杨子从未被这样 像贵客般对待过 虽然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但很快就被美食吸引 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并没有被美金子嫌弃 反而主动教她 如何正确用餐的方法 杨子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她露出满足的笑容和感叹 独居的美金子 很久没被这样夸赞过了 喜上眉烧的她 邀请杨子到她家吃晚饭 在美金子那里 杨子学到了很多餐桌礼仪 她被像一个人类对待着 而不是牲畜 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美金子问杨子的妹妹 是什么样的人 杨子如实回答 除了相貌 她们性格完全相反 妹妹阴暗柔弱 美金子告诉杨子说 不管是什么性格的产生 都是有原因的 要是想改变 就一定能改变 这也是杨子初次听到 改变这个词 以往她都在祈求神明帮她 从没想过 可以自己改变人生 美金子给杨子 穿上干净的和服 还帮她梳头 让她认清自己 真正的模样有多好看 杨子不敢看镜子 她自被恐惧讨厌自己 但在美金子的夸赞下 她审视起自己的脸 原来自己笑起来 也可以很可爱 美金子还说 会带着杨子去旅行 乘着船 随着性子 去往世界的任何地方 他们可以成为 关系亲密的朋友 不用再回到 这个困住她的牢笼 也可以 这一切真的会实现吗 杨子不知道 但她已经开始期待 有了坚所未有的喜悦之情 美金子把家里的 备用钥匙给了杨子 杨子想来找她 可以随时来 还送她一本 小王子的童话书 杨子把钥匙 夹在书里带回了家 却被妈妈发现了 直接说她是偷来的 小事假意劝阻 被妈妈赶回了房间 杨子免不了 要受一顿毒打 书也被妈妈没收了 杨言赶进她的房间 就一定杀了她 但书里有很珍贵的钥匙 杨子必须拿回来 她趁着妈妈出门 悄悄进了房间寻找 拿到钥匙后 因为小事都突然闯进 她躲到了床底 才没被发现 小事是想来 拿妈妈最喜欢的那张CD 不过一不小心 打翻了水壶里的水 电脑也因此遭了殃 为了逃避妈妈的谴责 小事决定嫁祸给杨子 她拿走了小王子的书 这样妈妈就会以为 是杨子为了找书 才弄坏的电脑 这一切都被杨子看在眼里 她要逃 她拿着钥匙奔向美金子的架 可没想到的是 美金子在前一晚 突然中风去世了 只留下那只小狗 无人领养 天一弄人 杨子就这么失去了 一个温暖的希望 她冒死偷出来的钥匙 也没有用了 世界上唯一爱她的人消失了 她到底该何去何从 为了实现当初 和美金子的约定 杨子决定改变自己 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她找到了小事 骗小事说妈妈 已经知道电脑坏了的事 妈妈很生气 回家一定会教训小事 妹妹听了不以为然 还想把责任推给杨子 反正杨子总是被骂 就算再被骂一次 也没有什么吧 杨子同意了 但前提是让他们身份互换 小事装扮成杨子 就可以免于受罚 没有戒备心的小事 真的答应了 他们互换了身上的衣服 已经穿上漂亮裙子的杨子 梳好自己的头发 学着小事平时的模样去微笑 小事不喜欢杨子的衣服 杨子担心小事后悔 连忙说就今天晚上而已 然后上前弄乱了小事的头发 就像平常拉里拉他的杨子一样 整装待发之后 到了谁先回家的环节 这也是杨子提前设计好的 他知道自己先回家 一定会被妈妈识破 所以在石头剪刀布的时候 想办法赢了小事 他的胸有成竹 是来自于熟悉小事的习惯 他们每次出的都是一样的 这是双胞胎的一些默契 先回家的是 假扮成杨子的小事 已经成了小事的杨子 在楼下躲步等待 没多久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楼上摔了下来 杨子过去查看 正是他的妹妹小事 他密无表情地看着 已经成为尸体的小事 似乎早已猜到结局的他 平静地回到了家中 杨子以小事的身份 帮妈妈写了一封假遗书 让以杨子身份死去的小事 看上去是自杀身亡 妈妈看着遗书的内容 感到很满意 杨子却微笑着对妈妈说 难道不是你推他下去的吗 妈妈慌了一下神说 别说这么令人心寒的话 杨子接着说 妈妈不是知道吗 杨子一直都很爱妈妈 妈妈看着手中的遗书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但也只是一瞬间的错觉 他依然相信 眼前的杨子就是小事 杨子很可怜自己 趁着妈妈睡着的晚上 他受拾包袱 拿上他的垫子离家出走了 焕然异心的杨子 带上了美金子留下的那只小狗 包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希望 奔向远方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但是可以改变自己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是自己的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